怎麼樣?又是你這群臭小子嗎? 笑什麼?信不信你出不了心想抱? 今晚?我又不太相信 不是!走啊! 我的車啊! 怎麼樣?隻抽還是一起來? 隻抽啊! 拚啊! 廢話,幫忙啊! 要什麼?幫忙啊! 攻击 攻击打 停啊 停啊 他昏了 打啊 來 警察, 正在那邊 警察, 別動 警察, 小心 全部都出手 全部都出手 停下沒中氣 蔣座 Christ Chris, 果然是準時, 正床 掌重你貴人事旺, 我怎麼收得起你的時間 我以為你只顧著研究這宗案件的資料 我擔心你忘記了時間 其實你出道這麼久, 你輸多贏少 你希望這次可以漂漂亮亮的人一張 所以你應該做足功課 我對這宗案件的資料, 法律觀點關鍵所在, 應該很清楚 掌重你就是想說, 當死者滾到牆壁所發生的事 果然是勒雷 你的想法和路向, 跟我是一樣 我想你懂得玩波子奇 假日真是假日式 其實玩波子奇是很簡單, 不過當中有很多變化和不同的道理 參加遊戲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地盤 輸贏關鍵就是, 用最快的時間攻入對方的地盤為之贏 小朋友玩波子奇, 為了想贏, 就互相合作, 你幫我, 我幫你 很快就攻陷對方的地盤 越多人合作, 贏面就越大 看來現在有三個顏色, 都是獎狀你的陣營 那你贏面豈不是很大 多一個朋友, 比多一個敵人高 我不介意多一個人, 加入我這盤棋的地盤 掌重你是想邀請, 我加入你的陣營 其實形勢很簡單 我這盤棋有五個陣營 其中有一個陣營, 你在任何角度看, 都是最弱的 你加入我的陣營, 就是四比一 結果就是四個贏家, 一個輸家 你不加入我的陣營, 不要緊 始終我這邊都是三比二 我這邊的贏面大, 結果就會有兩個輸家 我明天早就要過堂 我想做了一塊的休息 你可不可以早點給我答案 很好 你不是法官, 更不是上帝 誰值得救, 誰不值得救, 不當你決定 如果羅秉希有份殺人 他就應該扶回他的責任, 就是這樣打 其他講甚麼都廢話 現在羅秉希才是我們的客人, 不是何大強 如果我們一定要跟掌重作對的話 他們三司徒就會夾攻入秉希 把所有的帳源推銷到秉希和何大強身上 到時秉希一樣是犧牲品 這樣對他有公平嗎 要不偏不以幫羅秉希打官司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絕對不可以給藉口自己 向不公不移的勢力低頭 PK去PK, 你就要跟著他 這算是甚麼大律師 再這樣吵下去也不是辦法 現在我們的客人在裡面等著我們 我們跟我們的客人談完再談 說清楚, 我不會讓你進去錯誤 你不要忘記 我要向羅先生負責 你只是第二次座位 我現在就要進去, 你就可以不用 是 見到你來, 我真的很開心 如果我要你現在退出 不再跟蔣柏妤同學互 你合不合 第三被告代表律師, 你們可以發言 我答應了秉希的父母 一定要幫他打贏這場官司 這個決定我不會改變 第三被告代表律師, 輪到你們發言 包官閣下 我是第三被告羅秉希的代表律師之人 由於我和我合作的律師 不可以達成一致意見 我不可以跟隨他的意思去做 所以我向法官閣下提出 我要抵擋自己 不再代表我當事人 由於本位臨時出現變故 本席現在宣佈暫時休停 所有控辯, 雙方律師全部留下 羅大壯,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我很清楚自己的決定 你說你跟黃大壯無法達共識 所以要抵擋自己 這些事不是自己在私底下決定了 才上庭的嗎 就算無法達共識 你也可以在上庭之前自己退出 為甚麼要選擇在庭上這樣做 我也很想知道為甚麼 在我上庭前的最悅刻 我還在嘗試接受黃大壯的指示 但當時我發覺, 我做不到 黃大壯, 你作為大律師 應該明白這樣做的影響很大 整個法律程序可能要重新離過 浪費法庭的時間, 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但最重要的是會影響到你自己 我知道我今天這樣做 以後再沒有人敢找我大學官司 但最起碼, 我沒有違背到自己的原則和良心 本席雖然不同意你的做法 但我尊重你的決定 你用自己的前途來換取自己的原則 本席現在批准你的程庭 多謝法官郭強 和這個記者們, 私說明你有點不知 在這裏身上的訓練 那法官司, 《基地評分合作》 您從這裏身上判斷